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要数汉惠帝所采取的措施 据汉 书记载 汉惠帝曾下令 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武算 意思就是说 女子超过十五岁不嫁人 家里的赋税就要翻五倍 对于许多贫民来说 平日的赋税就已经很为难了 翻了五倍就是要逼死人的节奏 所以 在当时这项措施取得了很大成效 天下女子不到十五皆已许配人家 可能大家要问 难道古代人就不知道女子十几岁的时候 身体并未发育成熟 早早嫁人生子对身体不好吗 其实 古代人是知道这一点的 据史书记载 曾有大臣建言 说此举对女子有危害 但并没有被统治者裁纳 而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 是为了繁衍后代 众所周知 新中国建立以后 很快就开始实行计划生育 提倡晚婚晚育 少生优势 就是为了控制人口 预防人口爆炸 相信大家都还记得小时候教材上所画的图 讲的就是女子二十岁生子和二十五岁生子之间的区别 或是早生早育 同 像在一百年里会多出一代人 人口自然就多了 但古代与现代的情况完全不同 当时科学技术 医疗水平都不发达 古人的寿命都不长 人口也少 而且在小农经济中 劳动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为了能扩大社会人口 增加社会劳动力 发展经济 国家只能要求女子早到生育 不仅是为了让其在有限的生命中多繁衍后代 更是为了在短时间内扩大人口数量 强盛国力 说白了 这种做法 也只是当时的社会条件之下的一种无奈之举 现在文明程度如此高 自然是不必用身体健康为代价来换取什么了 程邀有志知识投稿 原创或推荐好文章 我们将第一时间发布您的内容 邮箱 10700701 atqq.com声明 本文来源于网络 百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有侵权性告知删除 我们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 仅供参考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则 人编辑